各位同學大家好 現在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新能源的熱電材料的應用 首先你看到前面這個風扇 這個風扇的構造其實很簡單 除了這個風扇以外 這個中間裡面有我們所說的熱電材料在這邊 等一下我們會怎麼做呢 把這邊放在一個熱水裡面 這個腳放在冰水裡面 讓你看看它會發生什麼情形呢 首先我們先加熱水到這個杯子裡面去 這是100度C的熱水 好 那現在這個杯子我把它加進去 裝有冰塊的冰水 好 那現在呢 這兩杯水的溫度很明顯的差勻 一邊是接近100度C 一邊是接近0度C的冰水 那呢 現在呢 我把這個風扇呢 放到這兩個杯子裡面去 發生了什麼情形 風扇轉了 那麼這個表示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 我在兩邊的溫差呢 產生了一個電動式 就是我們所說的電位 那麼讓這個風扇轉動了 那麼如果說我產生的溫差越大的話 產生的電位就會越大 那麼我風扇轉的速度就會越快 好 很神奇吧 你有沒有聽到它轉的速度很快 還聽到嗚嗚嗚的聲音 代表速度很快喔 好的 嗯 對 嗯 好 好 不用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